我看你那做法好像比较奇怪 你看那是一条鱼泡成两半了 一半放了蒜泥 一半放了剁椒 一举两吃 上面放了这么多佐料 这是要怎么做呀 咱们这个桌上今天全部采用的是蒸制法 蒸制是保留海鲜最营养的成分和鲜美的味道 那你那个锅就是蒸锅吧 一定是 因为这锅放在这一定是 你那锅太小了 你这么多东西你都能放 你放不下 你这锅啥能吃 为什么这个锅要小呢 海鲜不能在一个锅里一次性蒸出来 因为每一种海鲜蒸的时候 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么海鲜熟的时候一定要有时间长短 要么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就老了 有的就不熟 到底是海边人吃海鲜蒸酱 那今天咱先蒸啥 这一桌菜呢 我猜咱先蒸哪个 今天这么吧 咱们先蒸发螃蟹吧 因为这个螃蟹呢 是我们当地的叫吃甲虹 吃甲虹 你看这甲多大 对对 还活着呢 对 所以说咱们趁这个活着 这么假好不好 不能讲你抓到鞋盖的位置 好 好 好 咱们先马上给你穿做 来来来来 鲜美吃原味 九哥用重量 海鲜越是新鲜 烹煮越是简单 越是粉黛 鸣艳动人 但久居海边的人 却并不管这套常理 也许是倦怠了海鲜 略带清新寡欲的淑女汽车 当地人摧残起这些鲜美油物来 总有让你望尘莫及的辛辣手段 鸣艳动物来看 鸣艳动物来看 尤其是 散户 长 toda 云烹煤 快 然后